我更加学生升学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希望他们过一个有选择的人生 找到一间欣赏小朋友内在外在优点的学校是幸福的 所以在Aristal 学校会尽量提供平台给小朋友去表现自己 体验多元化国际化的学习 尽量满足小朋友的好奇心 希望他们不怕困难 正面地面对各种挑战 建立自信心 来到人仔细小的时间 每次认识到新的嘉宾 我都很开心 眼前这位嘉宾老老实实 我真的想不到她做了这么多年的幼稚园校长 先请她出来 就是来自雅士图国际幼稚园企幼儿园的校长 就是Vivian Vivian你好 早晨 各位早晨 其实校长你已经做了十年了 是的 十年了 10年到现在 当时为什么会从事幼儿工作 因为很喜欢 因为她的背景不是关于幼儿的服务事 那时很喜欢是否连读书的时候都已经从事幼儿工作 是的 我的师傅其实是Law的 同学一至五都很努力地准备PCLL的时候 都很大压力 我真的很喜欢小朋友 星期六日会去教Play Group 教Play Group的小朋友即是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是最能够放松和最开心的 教完九至四 我个人就很放松 第二天又可以上学了 但有没有人觉得很激气的 小朋友是 很好笑 你觉得很好笑 你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他要好笑时很好笑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就算你抱着小朋友 他吐到你一生都会觉得那个时刻很好笑 然后在那一刻我发现 我应该可以做这份工作 应该做一切 你已经打算一切做这个幼儿工作了 你看我今天多喜欢穿白色 当你穿着一条很elegant的白色裙 然后他踩到你一个个鞋印的时候 一边爬上来 你都觉得那个时刻很好笑 那你就可以做一切 所以我觉得你本身是很喜欢小朋友 如果不是说真的 如果他踩到我的白色的鞋 变了黑印 我都会很激气 Vivian 我不会觉得他真的很可爱 他踩到我的黑色的鞋 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很着重知幼 有时知幼生 都可以说是被人一种很激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好像叫他做那样东西 他又不是很好做 明明叫他踩车 他踩一间屋 然后跟同学玩 他又不是很显示同学 但是我很想先问一下 其实你们有时也很着重知幼 我们经常听知幼之幼 究竟什么是知幼 其实一般来说 国际的定义就是 可能是一些智商偏高的人士 但也好小朋友也好 他们有一些国际的测试 都可以被评定为一些知幼儿童 但一般来说 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在幼稚园的年纪 是很少可以评估到的 没错 我就是看到网上有些评估 其实当时六岁开始 你才可以去评估 但你们有时也在说六岁以下 其实你应该很着重这个知幼 我就在想 为什么你们可以 是不是有些特征你会特别看得到 还有为什么你六岁之前那么着重 那么快看它 它是否一个知幼生 因为多数九月一开学 第二个礼拜 那些老师可能会说 咦 我这班有个很特别的 我师傅你过来看看 多数咦 或者妈妈可能interview的时候 可能会分辨 我这个特别难搞的 你快点过来帮我看看 但多数一看不看就没什么 一看就多数 我们多数觉得惊喜都有惊吓 为什么你们觉得是惊喜 因为妈妈都很难搞 虽然你是异常的 你觉得小孩很可爱 他踩穿了你的衣服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更多惊喜 譬如有些妈妈分享 我的小孩坐不定 周围走的 周围走很正常的 首先你觉得那件事很正常 但当你进去 发觉我有印象的是男孩 他十八个月的时候 他妈妈说 我上了半年 八个月开始上了 但是上了半年 我小孩也坐不了 故事时 他围着老师 围着整个班房 一路转圈跑 糟了 他会不会有过度活跃症 但你发觉那小孩是很聪明的 那位老师说完 他这样跑法也好 完了问题 他一路跑一路回答 很聪明的 这个时候 我为一个老师 我会自己检讨一下 会不会是我的堂口门 因为我復活节假之前 有个K2的小孩 投诉我那群团 Ms. Wu 你教得太慢 你歌曲可不可以教快些 歌词又不长 不如你讲快些 但我要顾着我的P.N的小孩 K1 3月復活 如果你有印象 我们学校在3月1日全校復活 他9月上学的时候 没什么上学期 又不知道流程是怎样 3月1日復活 就不错了 他一知道 你每一家学校都要教ABC 我都要的 你原谅我才可以的 他一开始就说 Ms. Wu 快点 又来 So boring 然后都已经开始投诉 但我很喜欢这班小孩 很聪明 未开始都知道你下面那部 你今天教什么 是 我很喜欢 我觉得 这班小孩 每一天都有新趣味 新挑战 但我想问一下 純粹挑战一下 Ms. Wu 其他的老师 会不会觉得 Ms. Wu 你说你喜欢 很难搞 我也是按照规矩 我现在要教ABC 她是要我教XYZ 我听到妈妈多说这句 你放过我 让我去我的厕所 妈妈是觉得辛苦的 多数全职照那班 真的辛苦 因为其实我们 老实说 其实小孩 无论你上班还是下班 在学校的时间 其实不长 但是照她 甚至乎如果是老人家 公公婆婆的那班 又辛苦些 因为如果她没有时停 体能上就会有力 但我想知道 因为你所说 有时候小孩 一来面评论 你会发现 她可能是一个知休生 很多时候 坊间的评估 在说六岁之后 以你们幼稚园来说 你如果发现 她是一个知休生 你会做些什么呢? 一看到就很开心 首先 非一般的校长 这个 多数是老师 接着我们会很好的 我们会立刻拍一个 有这个 Children's psychology Children's development 的一个专家 一起去跟进 多数我们都会看看 家长眼中的缺点 或者老师眼中的缺点 究竟是否一个问题 需不需要真的改 但多数家长背后 真的想改一个小孩 例如眼中的缺点 譬如 我有一个小孩 是很少说话的 他当然会担心 多数香港人都会 不如我们去看 Speech Therapy 看看言语治疗 多数都是这样 或者很少交朋友 社交障碍 多数都是尋求专家协助 甚至觉得他是自闭症的小孩 是的 但是你发觉很多时候 无论老师也好 家长背后 都是因为担心 在学校升学 出去考学校 可能会输涉一些 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忧 所以在学校 在我们的层面 我们做的事 第一步都相对简单 多数我们跟家长 多数沟通了之后 至少让他们知道 学校我们这边先看 我们看法是正面的 然后反而第二件事 就是将他们眼中的缺点 转化为一些优点 举个例子 譬如如果本身 我们发现个小朋友 可能 原来他少说话 是因为他不够自信心 有些聪明的小孩 因为很早就知道 什么是对和错 其实他如果不是100%对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其实他不会开口 第二就是性格 一般来说 这班小孩也比较简窄 你觉得他难交朋友 其实他也不想交朋友 比他看得上眼的小孩也很少 比他看得上眼的missi更加少 或者他有一些 是喜欢跟大人一起玩 又或者有一班 甚至乎 腦子转得比喉 他想表达一些复杂的意思 他都未够一些词会 或者句子的结构表达出来 甚至说完夹杂一些BB話 其实我中间有一个家庭 爸爸常常听不明白 女儿在说什么 其实因为爸爸不明白 女儿想表达她的意思 其实很复杂 所以你不是照顾她的妈妈 也不知道女儿想说什么 所以女儿久而久之 也不想和爸爸溝通 我想在女儿眼中 爸爸应该很笨 我相信 说得你也不明白 爸爸你也不省一点 你省一点 所以对爸爸妈妈来说 他们反而是觉得 溝通不到 所以就不讲话 会不会就是这样 会啊 所以可以转化成一些 正面一点的强项 一般来说 这班小孩有心思实物 思考型 观察型的小孩 一般来说 不单是智商高 他们知识性也很强 他们认知能力很高 所以有些是Reading很厉害 有些不喜欢讲 但是Writing是很厉害的 你也可以转化成一些强页的人 甚至有一班是记性很好 是 我们说不要谷 不要谷那些小孩 但是他好谷我 他记了那五十个字 我搞得很慢 妈妈 我需不需要配合一下 你真的 我是不动 还是跟着配合 是 跟着他们走就行 所以这班小孩看似 有些人可能是父母 眼中是激死人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小孩 但是回来 我很想继续跟Vivian聊 就是 因为我觉得你们很有经验 你们知道 原来这班小孩就是智忧 但对于一些父母来说 比起我 我觉得他们很烦 Sorry 我是一个妈妈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一个主持人都没这么说 但是真心的 有时候你会觉得 他为什么要倒弹 但是因为他太聪明 而且他觉得你说得太慢 太笨 其实他们没有心 但是因为他们真的很聪明 这班家长应该如何去做 因为当然 在环境上 你们是很重要的 但作为父母 第一是如何发现他们 原来是智忧 第二是 如果作为父母 应该如何去帮他们 甚至需要帮他们 继续延续 这个智忧生的优点 稍后回来讲 谢谢 谢谢 小朋友的好奇心 希望他们不怕困难 正面地面对各种挑战 建立自信心 小心点 时间过得很快 看着这一天一天一天这么大 Chris突然我这么心情 我还没预备好的 我记得我小妥子的时候 又怕早产 又怕我吃错东西 令他不健康 我最重的时候 170磅 我连镜也不敢照 Chris 你等等 你又不想这么夸张 刚才听你这么说 其实你也只不过是担心 你和你的小朋友 有一些身心健康的问题 总之人生就是很难 其实也不是很难 给你介绍 全新推出的新城健康家 一个全方位的健康资讯品牌 里面会提供很多女性怀孕口 和育儿资讯 多点上去看看 包含你什么问题 先看看 不如这样吧 我转后再发给你 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先看看 也好 走吧 走 走 全新推出 新城健康家 全方位健康资讯平台 创建健康生活新形态 为香港人注入健康动力 继续在我旁边有这位嘉宾 就是来自雅士图国际幼稚园 幼儿园的校长 就是Vivian Vivian 刚才说到就是知幽 但我们刚才说 因为你们很有经验 你们看到一些小朋友 和你们很爱的小朋友 那你就觉得 哇 惊喜 正 一班里面有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但作为父母 那些小朋友 可能是他们的儿子 小朋友 他们觉得在周围走 甚至有时候觉得 妈 不如你说话快点 我明白的了 我懂的了 其实作为父母 都很激气的 他们怎样知道 其实他纯粹是 还是原来他太厉害呢 我自己经验上 其实分两班 有一班 为什么我喜欢小的小朋友 你才问我 为什么我喜欢教幼稚园 就是如果他两岁以下 多数你可能半个钟 九个字 你一定大概会知道 因为那班小朋友 很多时候 他每一个行动 其实他都观察过 某一样东西 还有多数后面有原因 又或者 譬如好像刚才所说 他很活跃那班小朋友 只要你教他的速度快点 你就发觉他已经可以坐在那里 所以刚才我说过 为什么我转变做一些 正面一点的技能 就是譬如 刚才我说过那个男孩 其实今年 其实已经是二年班 其实当时 他慢慢去到 因为我是playgroup 的时候 认识他 去到 PN的时候 两岁的时候 他都在课室走 如果这班小朋友 正常在学校 应该被人捉了出来做 过度抹约症 是的 但这个小朋友 我记得9月开学 我跟妈妈说 你等一等我 你等到我11月 如果我都搞不定 那我们再去看看 是否需要寻求外来的协助 但是看这个小朋友 11月就开始坐得定 就看我们老师 能否协调到 我想问你 你从9月到11月 对他做了些什么 有一个床 我都想把小朋友给你 只好过不是自由 其实很多医疗的专家 可能会说 有不同的therapy 有没有用 我自己是个妈妈 我其实看自己 很少看 当自己是个老师 我自己是个妈妈 我不知道哪一个way work 总之各样都试一下 看看哪个方法 可以教快些 要多些感官 然后我们其中学校的房间 可以只能关灯 像UV光 有sensory sensory的可以试一下 声音可以试一下 玩具可以试一下 活动式教学可以试一下 那我看看哪个方法 这个小朋友 其实当他发现了 原来他有个routine 他知道他每一个session 有东西玩 而且很聪明 你做这个task 之后你可以拿到 你喜欢的session 去玩你喜欢的东西 不如我们试一下这样 每人一步好吗 好 那就这样 然后发觉到11月 他的人越来越定 到了k2 我们开始发现他的技能 就是这个小孩 玩科学的东西 就很专注 坐三个小时都可以 小时候 其实是k1下学期 发觉他玩lego 可以玩很久 然后我们就向着这方面发展 所以我还很有印象到 因为他后来考了一家很出名的一家一线的英文小学 我还记得他在最终的讨论 直接见过校长的时候 小朋友分享了很多他喜欢的实验 当然他不知道对方是校长 他一直在说他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但这件事都会印象到那个大人 因为他的知识的含量很高 我想知道当时你没有跟这个妈妈说的时候 就是说你多给两个月时间 我处理你的小朋友 但当时的妈妈有没有任何担心 她觉得会不会是 如果我是觉得不好意思 Ms. Wu 搞着你 甚至你当时有没有告诉她 你觉得她是一个自由生 其实我很斟责 你坦白地问我 你想想我九月开学 第二个星期尾 去跟妈妈说这些说话 其实妈妈 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妈妈 你会怎样看 如果我是那个妈妈 我开学你就跟我说我小朋友有事 你不是打算标签我 你不是打算劝退我 还是你现在说我的儿子麻烦 你叫我11月前不要报其他学校 即是退学 即是你什么意思 还有有些人不觉得自己的小朋友有问题 只是觉得你很客力不讨好 其实那件事 还有你想想我一个老师 其实我做有36 不做有36 我究竟应不应该 我找自己来搞 其实我挣扎了很久 但刚才我说过 这个小朋友 我是playgroup形式的 幸好和爸爸妈妈 有很充分的信任 和沟通知识 我就很坦白 我就很勇敢 我就说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给我一些时间 有可能是A 可能是B 可能是C 中间有些供应 可能就是有些些需要 或许可令 和学校 Feelings 可能是他在免費時間時放一些時間 這些都要獲得家長的支持 其實家長如果老師做這麼多事 我相信家長一定是支持的 但我想知道如果作為家長 其實家長也很需要支持 如果小朋友原來是知憂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是知憂 他自閉症還是過度活躍 有時候家長可能會很困擾 我想知道 先說說如果作為家長 覺得自己的小朋友好像跟其他小朋友不同 我應該怎樣處理 我覺得其實我會鼓勵家長 不妨用一個正面的態度去思考 小朋友背後的行為 原因和目的 是甚麼 我自己覺得除了家裡要正面之外 最好跟學校談談 或者去做小學、升學、選校 找一間會欣賞自己的小朋友 一些強項的學校 譬如你本身是一個很活躍的小朋友 不需要找一些很傳統坐定的學校 可以找一些活動式教學的學校 可以找一些活動式教學的學校 那小朋友至少有一個舞台發揮 或者有一些肯定自己的目光底下成長 我覺得對小朋友長遠發展是比較健康的 其實你接觸過這麼多小朋友 甚至幼稚園中有些知休的小朋友 其實作為他們的父母 你會不會安慰他們 想不想去做這些安慰 或者說多一些不同 因為是要緊貼著這個小朋友 一個知休的行為 其實我見過很多父母 其實大部分你會見到他們緊張 因為源自於很疼愛的小朋友 沒錯 所以其實只要溝通多些 告訴他們他們背後的原因 為何是這樣 又或者開闊一點眼光 你不走A路可以走B C D E 又或者有很多學校 其實是很喜歡這班小朋友 可能是你現在當然不喜歡他們 好像你那麼喜歡他們 對 因為他們有一個平台可以發展 最後我想問 如果你知道幼稚園中 也有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有很多人 如果有一個是知休生 那你們會不會 我正在想你們會組幾個知休生 放在同一班 還是同一班有一個知休生 會特別處理他們 還是怎樣 我喜歡分開他們 就是分開他們 然後一班知休生 他們自己在 我意思是我會打散這些知休生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你一個音樂很厲害 對聲音很敏感 對人很敏感 最喜歡摸東西 你不要摸我 我們未必能做到朋友 我喜歡分開他們 因為有一些是思考型 觀察型 反而如果你把他們 放一些速度很快 我們稱為動手 大小肌肉能力很強的小朋友 其實他沒有這些機會 因為他還在想的時候 旁邊已經做了 可能甚至幫他做 因為覺得他很笨 但其實他一直都在思考 所以他跟什麼同輩一起成長 他會健康一些 我會想 所以其實我最近 復活節駕前 才跟我家長談完 復活節駕後 我會把K2一班小朋友調組 調組的意思是 你為什麼調組 因為就是一個思考觀察型的小朋友 對著一個行動型的小朋友 變相他永遠在組裡最慢的那個 他會打擊到他的自信 但你思考不是錯的 三思而後行是對的 這個女生 所以你是可以想的 不過我要把它分開 你慢慢想 你又行動型 你想錯完再做多次 你慢慢做 各自各發展 就會健康一點 因為他兩個本身是好朋友 所以很受對方所影響 一個就覺得 你行動這麼快 你有錯的 你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一個就覺得你想也不做 你真的很笨 分開分開 成長 不要破壞大家的誘言 我想說 我們之後繼續做朋友 但我們聽復活節後分開座 但因為我一直聽的時候 有種感覺 如果一些很厲害的小朋友 其實可能是一個普通 大家同情度的小朋友 可能他真的會生氣 甚至可能是有些老師 或者父母覺得 為什麼他搞搞震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搞搞震 可能他只是做自己 不過只剩下我們大人 看不看到得到他 原來是一個特別的支柱 今天其實跟Vivian談 真的很短時間 我覺得是不夠的 不過如果大家對於知悠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上到她的Facebook page 就效監除筆 或者上到亞視圖 或是幼稚園的Facebook page 問一下都可以 有機會我們一定再談過 Vivian 謝謝 謝謝 拜拜 我緊張學生升學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希望他們過一個有選擇的人生 找到一間欣賞小朋友內在外在優點的學校是幸福的 所以在Aristal 學校會盡量提供平台給小朋友去表現自己 體驗多元化、國際化的學習 盡量滿足小朋友的好奇心 希望他們不怕困難 正面地面對各種挑戰 堅困自信心